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下通道 你见过吗 听说通过这个地下通道 可以到达基辅的任一处地方 包括总统府等 这次的探索小队 就通过基辅的地下通道 到达了一处存放战机的地方 这天小伙爬上顶楼 准备探索基辅的地下系统 看看究竟是不是能到达总统府 小伙胆子还是非常大的 没有任何保护 就敢在楼顶走来走去 作死了一番 接着找到几位小伙伴 其中一位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拉开大门 刚进入门内 进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狭窄的通道 只容一人通过越往前走 通道越是狭窄 还好队伍里都是偏瘦的人 就在这时 前方探路人员 似乎碰到了点状况 停下了脚步 探查了一番 显示前面有危险的东西 队伍接着调头往其他方向前进 只见两边石壁上 都是一些长方形条状的石头 越往前走越是狭窄 接着前方出现了一处更小的洞口 需要人蹲着前进 看来这基辅的地下通道有点特别暗 又行进了十分钟 小队到了一处连接处 只见浮现眼前的是一处圆形的巨大空间 旁边还放着梯子 看来可以上去 一名勇敢的队员 先爬到了二十米的梯子上去 通过梯子 众人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地方 四周还围着一些木栅栏 里面还放置着一架大型运输机 几人刚靠前 就看见一只狼狗 石镜在那边狂吠 还有一名士兵在那边守卫 小哥花费了一些代价进到场地 看来这个地下世界还是四通八达 下次小哥将继续探索基辅更多地方 敬请期待